一棵梅花两个色你见过吗? 夏天还假接,能活吗? 这棵树有点难搞,是我一位贵人的树弄不好怕对不起他 叶片看起来有点不健康,据说是一棵绿二枚一棵古丽红梅花 那么大一盆红土怎么就营养不良了呢? 这就是田园土种树,浇水就化,很饱水淡不透气 问题根本不在于营养,在于这种土种树湿度太大不容易发新根 根系肯定不好,简直就是浪费了那么大的盆 换了颗粒土,两个月之内就能长出很多小白根 希望他长势不要太猛啊,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红梅剪掉 这位贵人喜欢绿二枚,就给他统一一下颜色 不然两个色的叶子两个色的话也挺便利的 听说假接很容易,只要有把锋利的水果刀就可以 至于刀法可以自由发挥,找棒木质化的枝条进行假接 关键不在于怎么削尖,而在于树皮完全对齐 后期养货要进行全面防水,因为伤口遇水不遇合 全部包裹起来再套个鞍,再套个,再套个大根安全 为了让水分跑到假接的叶子上 顶部的叶片全部摘完,天气太热 帮到完全晒不到太阳的地方进行 就算一个月就知道假接火不火 点个关注静待后续 我是李向罗,我们明天再见